马云 马云 如果房地产一直是我们的经济支柱,那我们将失去一代人的幸福。无数网友被他的这句话感动,他还曾预言过未来的房价。八年后房价如葱,到那时最便宜的东西可能就是房子了。 这给不少现在还买不起房的人一个大大的安慰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用一个字概括是什么?涨。房价在涨,房租也在涨。年轻人不仅仅买不起房,而且还租不起房。 作为年轻人都很着急,以前爸想着不买房,好歹还可以租房住,自己可怜巴巴的工资,够支付租金吧。如今不抓紧买房,租房也租不起。 所以到底买不买房,买房吧,要借钱或贷款买房,压力很大,不买吧,未来更加买,不起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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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